大家好,我是瓦尔及500周业预测 今天是3月22号 今天我们要来预测下 美联储在今年还会加线吗 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都很关注 所以有人提出来预测下这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卦是昨天有的 天雷无望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美联储今年或者是今后 还会不会再加线 我对这个卦象的断语是这样的 美国政府受不良经济形势的压力 一定会采取加线的措施 就这个卦象而言 一定会加线 是一定会加线 从市场的反应情况看 加线后市场将会向发展的方向发展 更加有利于恢复发展 现在的资金流通情况 不论其国内外 均需要进一步的疏通 它的加线是为了恢复 加快恢复其国内外的经济情况 经济形势 所以加线是一定的 就这个卦象来看 天雷无望 天雷无望这个卦象是什么意思 先准复后级 先准后级 抑郁者 则要采取正确的必要的措施 就一定能够得到取得 成见 天雷无望 有这么个意思 美国今年 目前 今年是某年 今年某年 对于美国来说 它的经济 依然是在恢复之中 在艰难的恢复之中 最快要到明年以后 才会进入一个恢复的快车道 最快要在明年 才会有快车道 恢复的快车道 特别是在2025年 2025年 将会全盘的 全面的取得经济上的效果 经济上的成见 所以 对于美国的架限 我们中国也需要做错 事先做错相对应的措施 来发展我们的经济 所以就这个卦象而言 美国 它会采取一切 他们所认为的必要的措施 来恢复他们的经济 加些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 不要抱有幻想 他一定会加些 来措施经济 好 就这个卦象 我认为一定会加些 而且他是一定会取得成见 先凶后急 这个卦象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就这个卦象